各位嘉賓, 大家好, 我們首先很感謝信報, 邀請我們來到這裡可以分享一下金管局對於未來金融科技有什麼願景 回望過去那幾年, 其實我們金管局推銷金融科技都已經好幾年了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在2016年我們就創立了一個辦公室, 一直推出不同的項目 如果記得的話, 在2017年我們就一口氣推出了七個智慧銀行新紀元 當時你們報紙都說我們有七招, 吹谷金融科技 過往那幾年, 我們都見到金融科技一直都在重塑金融業, 我們香港的一個經濟支柱 我們見到金融界別, 無論銀行、證券行, 或者保險業 其實在那個關注度, 資源的投入, 和產品的開發, 我們都見到日益有增加 我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都在想 我們過往那五年, 推動金融科技都有些成績了 但我們不可以沾沾自喜, 滿意於現在的狀況 我們要想一下, 未來幾年有什麼大趨勢呢? 有什麼, 我們可能有些短板是需要再改善的 亦都希望趁著我們推出一個新的願景的時候 令到市場有比較確定, 知道未來幾年發展的方向是怎樣 這方面, 譬如銀行業, 他們都可以做好準備 還有人手的配置方面都可以準備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今年在較早時間推出了一個 叫做金融科技2025的策略 在我們網頁都有很多這方面的講解 裡面有很多項目, 之前是七招, 現在有十八招 有五個重點發展的方向, 有興趣的都可以去看看 那個目標我們希望在五年裏面 就可以全面這樣推動業界去應用金融科技 就是一個很清晰的指引, 就是要求銀行或者金融業 都是提高他們在這方面的能力的 最終是達致提供到合理高效的金融服務 希望市民和整體經濟都可以受惠 這個就是未來五年的我們一些規劃 貼上今天的題目, 大灣區 除了我們會看著金融科技的發展 我們未來想部署 我們都留意到,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其實是很急速的 十一個城市, 其實今天韓證長官都說了少少 人口是超過八千萬, 八千六百萬 而在2020年裏面, 這個總體的GDP 是達至1.67萬億美元的 大家覺得是一個什麼概念來的呢? 這個GDP的數量, 其實如果你看回今天的G20 即是G20的國家裏面 這個GDP已經超過了當中十個國家或者十一個國家 看看你怎樣去計算方法 所以絕對是一個很龐大的, 無論在人口方面 或者經濟的經濟外出, 都是很可觀的 第二點, 我們發現到還有一個就是 不單止是生產總量是龐大 還有一樣, 剛才那個Panel也有說少少 就是那個中產人口的急速增加 那是代表什麼呢? 即是說, 逢是一個經濟體系 因為中產人數增加是代表了他們需求未來 財富管理或者資產方面, 他們都會需要有這方面的服務 所以未來我們看到, 香港在這方面的機遇 對於市民或者大灣區裏面市民的金融服務的需求是很大的機遇 那好了, 剛才我說了, 金融科技2025裏面有五個發展大的方向 我今天可能講三個是對於我們今天的題目 發展未來大灣區的方面是會比較有關係的 第一個就是研究央行數碼貨幣的跨境使用 第二就是培育足夠的金融科技人才去迎合未來五年的需求 第三就是建造一個蓬勃的生態圈 我們首先講講央行數字貨幣 央行數字貨幣經常都會是 人們都會叫CBDC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用這個簡稱的 我們其實現在的進程 我們在無論是在零售或零售層面我們都有做研究 而在零售層面那裡 我們就是和其餘的三家央行和BIS 是一起合作的 當中有人行的數研所 有泰國的央行 還有有阿聯酋的央行 我們在研究開發一個平台 名字挺長的 叫做MCBDC Bridge 中文是比較難讀的 叫做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 我們簡單來說 不如叫它做M Bridge 大家容易就明白 M Bridge是甚麼 其實我們的目的就是 希望可以容許不同的央行參與之後 他們可以管理到他們自己貨幣的流動性 在這個網絡裏面 亦都可以監察到發行量和餘額 所以令到他們可以配置足夠的流動性給企業 亦都希望可以提高到交易的私隱度 將部分的合規自動化 這樣相比起我們比較初期和泰國央行做的那個 我們叫做Corridor Network 當時只是兩個央行 現在我們是發展到一個比較可以兼容性大 和擴展性大的一個網絡 在2022年裏面我們會有一個 這個M Bridge最重要的發展目標 希望可以促進到跨境貿易 內地作為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 佔了我們的出口市場 都差不多百分之六十的了 隨著跨境貿易比較頻繁 我們希望這個M Bridge可以做到 幫助到無論是中小企 或者是出入口商 可以做到跨境的轉帳和外匯的操作 去到人才方面 其實我們一些比較基本盤 大家都很清楚的 我們其實就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我們裏面本身已經有很充足的金融方面的人才 講少少幾個數據 大家可能有些大概知道有多好 比如我們在CFA方面的數目 亞洲是最高的人數 註冊的會計師有四萬六千人 這樣很多的國際金融機構都長住在這裏 三分一的頭一百的銀行 都會在香港裏面有分行 或者是有他們的銀行 亦都有頭二十大的私募基金裏面 亦都有十五個在這裏 其實我們金融的人才很多 但是我們那些科技的人才 又或者又懂得金融又懂得科技的人才 的確不是一個最強的強項 我們都很慶幸見到 大學方面其實都很積極推動金融科技這項目 過往幾年 無論是本科生、研究生方面 都推出了很多新的項目 我們亦希望可以幫助大學生 可以盡快進入職場 可以做到金融科技行業 所以我們都有一個金融科技人才培訓的計劃 就是做一些配合 就幫助一些學生 他們可以在銀行那裏 可以做半年或者一年的工作 令到他們盡快吸收到一些實戰的經驗 接下來我們亦都會 全方位去研究其他項目 譬如在研究生方面 例如石士生方面 我們和Estri和香港U都合作 做一個培訓計劃 希望不單止是undergrad 就是一些本科生 我們去到研究生比較複雜一點的 譬如有些資料科技 有些人工智能方面 我們都可以有多方面的人才 最後一個就講生態圈 其實剛才已經講者都講了很多 講到矽谷 又講了美國東岸 大家看看矽谷 其實他們是需要一個很好的生態圈 其實它有些什麼在裏面 有些什麼secret ingredients 有些什麼秘密 其實就是它有很好的大學 它有很多科研的機構 它也有很多資金 其實這些就是一些基本的東西 我們其實 我們這個生態圈 其實我們現在講這個大灣區的規劃 其實大家不知道 我們就是有這些 剛才講過幾件事 我們在全球來計 我們的大學排名都很高 有五間都在頭100位 在一個城市來說 有五間大學可以在頭100位 其實不是很多 如果你在全球去看看 另一邊 我又可以講一個數據 就是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裡面 這個叫做Global Innovation Index 就是講一些比較不同的cluster 就是cluster的意思 不只是單一城市 可能要幾個城市加起來 其中深圳、香港、廣州 這個cluster 排名全球第二 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在這個cluster裡面 在專利申請和科學出版 都在世界領先的地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未來香港和大灣區 在這個生態圈的發展 也會很有機遇 到最後 香港本身的優勢 其實很多地方都是不可取代 地理優勢 我們是接近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 很快也可能會是第一大 我們面向國際 也都是五小時的飛行時間 可以接觸到全球一半的人口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 沒有可以取代的 這個東西是變不了的 沒有人可以把香港的地理搬走的 沒有辦法 另外一些我們比較強的優勢 就是我們有健全的監管制度 完善的風險監管架構 和剛才說的那些人才 其實我們現在的問題 就是在大灣區的發展 我們要拿到我們自己的優勢 最強的地方去發揮 另外我們如果覺得自己 有不太強的地方 我們就怎樣可以在不同的城市 拿到那個配合 優勢互補 過去兩年的確 我們是遇到不同的挑戰 但是時間和數據 有一次證明我們香港的金融業 是發展得很好的 最後 廣告經常都會說 就是 之前的廣告 現在沒有再播了 就是 方法總比問題多 其實我想結束 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的機遇總比挑戰多 多謝可 來 是 你 確認 您 也